夜路走太多 容易發生什麼後遺症 A 原不完的謊 B 忘記幹過的壞事 A 還是B 準備了 請舉牌 原不完的謊 因為我就是原不完的謊 因為就是我其實有點 比較愛打麻將 然後有時候朋友會相約 都是在那種晚上半夜的時候 那我老公很討厭我去打 那種熬夜牌 因為他覺得這樣對身體不太好 所以我確定 他大概這幾天會回來台北的時候 因為他有時候開車回來台北 大概都是 大概五六點那時候會到 然後回到家裡洗個澡 就準備去台北公司上班 所以我大概知道 他那時候一定會回來的話 我當天如果半夜去打麻將 我就會穿好全身運動 然後在他快要回來前打麻將說 我出門囉 我朋友約我去 就是去那個 運動 運動 爬個向山這樣 那我怕他等一下真的抓到 我沒有爬向上 我還繞去信義路那邊附近 有那種 涼麵店買早餐回來 然後買回來的時候 他看到就喔 他就說 你為什麼身上有煙味 我怎麼會抽煙 剛才買涼麵那個地方 就因為大家都坐那 有人就站在外面抽煙嘛 我就站那裡 可能就有沾到這樣子 他就說喔 我就去洗澡 因為我手機放桌上 他就看到手機上面怎麼有那個 人家轉那個接口機 你知道嗎 就是打麻將 贏的錢 現在你很少帶現金出門 那筆剛好是三萬多塊 就進來 我老公看到 誰給你三萬多塊 這個你知道喔 就是下個月 不是那個 Black Pink要來演唱會 我幫人家代買 那就是買四張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買不到 我也想去買 買不到 買不到 我只是用這個做進來 這就是不斷的圓謊 像我媽媽她是一個 平常很Nice的人 但是她對我們姐弟倆 就是有一種莫名的控制慾 然後像我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只要快要月考 她是禁止我們看電視的 如果大人不在家的話 我們小朋友根本忍不住啊 但是我媽超厲害 她回家第一件事情 不是開門說 寶貝我回來了 她開門第一件事情是先講 伸手摸電視 有沒有這個 對 妳是我媽是不是 後來就學乖了 說媽媽要回來之前 要先把電視刪涼一點這樣子 但是後來媽媽還有新招 她會去開電視 說這個 是不是在她出門之前的27 然後是不是在一樣 假設說她會按那個 平道是第幾台 而且她不是只按上下 她會按往返 她會是不是假設看是 那個超市跟東升 超市跟東升 她會這樣看喔 我媽根本是福爾摩斯 她以前應該是做偵探的 然後更恐怖的是 她是讓我們就是在睡前 開冷氣一個小時的那一種 她出門之前 會把那個冷氣的總電源拔掉 你們要注意我這個手勢喔 她拔電源是這樣拔喔 對 但媽媽出門了 我們住高雄有多熱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我弟又忍不住 媽媽回來了 我們想說冷氣總不會發熱了吧 媽媽怎麼樣 她去陽台看那個電表 有沒有往上跳 然後我們冷汗都冒出來 我們想說只開五分鐘 媽媽就回來 應該沒事吧 媽媽下一步 回來看那個電源的插座 因為她都是這樣拔 這樣插 我跟我弟在慌亂之間 會這樣抓 她就發現上面的灰塵 多了兩個指引 直接被拖出去打 好厲害喔 所以真的是 會這樣子 無限循環太可怕 會忘記 居然房妳也是記憶力不好 對 因為我們很常 就是可能朋友約說 下禮拜二吃飯 然後我就覺得 好... 就自己約了 然後反正每個人來 跟我約我都說好 然後我就會忘記說 我到底就是 禮拜二有沒有約 結果有一次就是 真的剛好就是 每個人都說好 結果那天我有三個月 我想說我死定了 我要怎麼辦 然後我就 製作假頒表 就我們劇組的頒表 然後我就 用心良苦 我就隨便一個頒表 我就拿那個有我的那天 我就把日期改掉這樣 就是拍戲的頒表 然後我就傳給我朋友 我就說 我那天 我就是明天要拍戲 不好意思 不行這樣子 結果這時候 我的手機就響了 廖嘉義小姐 就打電話給我說 掛糖 妳今天有頒嗎 今天有改表嗎 我說有啊 不是我傳拍表給妳嗎 我今天要拍戲 我真的不能去 不好意思 姐 不好意思... 她說 現行犯直接抓 我沒有收到新的頒表 妳怎麼會有頒 然後她就馬上 要答給我們的資訊 我說沒有... 姐 那個表是錯的 我整個忘記 我們一起在拍 同一檔八點檔 那真的很糗 我碰過那種 長輩邀約的 可是不想去 因為 也從她身上 賺不了什麼錢 然後那帳子 然後朋友約 我就說好 我跟朋友吃飯比較快樂 那個司廚喔 其實也就三桌而已喔 人事間就可以巧合到喔 我在那邊吃得真開心的時候 然後來一旁 哇 打扮非常那個體面的人 坐下來 還是跟你吃到飯了 很該死 我們就隔壁桌 然後互相看了一眼 在這個潔谷眼 不需要辯解 她心已死 她也不會問妳 還吃得下去 妳這個比分表被發現還好 對嗎 妳那個更慘 妳當場被抓拋耶 怎麼可能嗎 地球這麼大 而且私塾 沒有 這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不要忘記事情 記地要好有沒有 因為像我們這年紀 真的常常會忘記一些事情 譬如說像 我有時候可能答應我兒子要幹嘛 可是我就沒有去 忘記告訴我的經紀人 他可能排工作 排工作 好 那就接了 接了 然後我兒子就跟他說 媽咪妳答應說 那天要陪我去哪裡 我那天有工作也怎麼辦 好 我早就跟你講 妳為什麼還要排工作 我說對不起 好 下次不會啦 可是沒辦法 就是有工作 所以每次都被小孩 這樣子吼啊 這樣唸 我就想說 那我到底要找一個什麼方法 讓我的真的記憶力好一點 後來就跟我朋友 去打高爾夫球 我看到我的朋友 他跟我年紀都差不多 我們都差不多年紀去打球 打完球後 他說等一下妳要幹嘛 我說回家補眠啊 妳幹嘛 很累耶 他說妳這樣不行 他還要約說晚上去吃飯 然後再去幹嘛幹嘛 一堆活動 我說哇塞 妳為什麼體力可以這麼好 他就說妳不可以這樣 人生一定要把妳的自己照顧好 下半輩子要照顧好 這樣子呢 對兒女才是最好的禮儀 但我就要給他問他 我說那妳又怎麼保養 他就推薦我一個 推薦我自己吃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現 整個狀態也變好 體力 記憶力 還有肌力 重量也是肌力喔 都好很多 因為妳常常有圓晃的需要 所以妳就特別需要這個方式 我更需要 我更需要 非常需要 厲害啦 對 就是這一款 乳清蛋白劍 它是一個乳清蛋白 被妳講的是圓晃的工具 對 圓晃的工具 它真的是乳清蛋白啦 你可以啦 因為它有超過三十項的專利 白晶蛋白 很多人體力不好 就說要喝雞精啊 然後如果說 記憶力退化要吃魚油啊 什麼骨骼不好吃 幹 我要哩哩哩哩一堆啦 然後又瓶瓶罐罐 妳有時候吃了這個 然後忘了那個 然後就這樣 太麻煩了 這個 你營養什麼都在裡面 你剛剛說全部的 all in one 都在裡面 你用溫水 或者是微溫的熱水這樣子 稍微沖 然後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而且它剛剛妳喝起來 因為我現在什麼都沒加 它喝起來有淡淡的奶香味 那妳自己呢 也可以加像牛奶啊 豆漿啊 就很好入口 然後而且有的時候 也可以放一些什麼 那個杏仁粉啊 溜落乳啦 對 芝麻粉啊 杏仁粉啊 反正就有各種各式各樣的變化 所以絕對不會膩啊 我跟你講我建議啦 因為我自己有喝嘛 最好的就是用豆漿啦 無糖豆漿 那我有植物蛋白 大豆嘛 我又有乳清蛋白 而且它裡面有一個 有兩個很重要的成分 是一般的蛋白質沒有的 叫做乳鐵蛋白跟免疫球蛋白 這一包裡面 因為它天有腦靈節 然後像我們常常會忘東忘西 會這種要用這種什麼 假斑表騙人的 然後所以呢 千萬不用了 你現在靠它 完全不會遮用 這三年月疫情的關係 很多年紀大的人 都被關在家裡 對 沒錯 它的運動量補充 完全下降 肌肉會流失喔 對 各位 你不要以為你喝這個 你就會長肌肉 你要動喔 對 還是要稍微運動 對 你還是要有一些運動喔 我們現在先把我們自己的體力 先養好 有那個肌力 你知道嗎 因為喝它 你就是讓它自己 有那個肌力 有那個體力 你才能好好的 陪你的小孩去玩 你先把自己的底子打好 後半輩子你這樣子 不是就很好嗎 但喝了 體力就是會變好嗎 像我現在覺得 最近覺得比較累 當然它就是你每天喝一包嘛 它就是要把你的肌力養起來 就像剛才美人姐講的 老人家現在不是常常 你們看到有時候很瘦很瘦 都剩皮包補 因為它沒有肌肉 它的肌肉整個都流失 也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你補充優質的蛋白 就是在讓你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肌力足夠 你才能自主的有行動力啊 對 我本身是舞蹈老師嘛 然後像我有一些學生的 年齡族群都比較偏高 所以我們也都是一天 就是喝一包這個 然後就是在補充體力變好的同時 然後再搭配一些運動 你的肌耐力等等加成 就會效果更好 艾塔來教我們幾招說 在椅子上 看可以怎樣去 可以啊 那要請大家坐在椅子上 簡單的 然後要大家要記得 在家裡坐的時候呢 這個椅子就不要坐到最後面 坐前面三分之一就好了 那我們輕輕的把你的手 但是他沒辦法坐三分之一 可能要換大一點的椅子 我會坐三分之一 屁股會吃椅子 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你的雙手 往前伸 然後還要記得腹部要緊縮 不要踏腰 這樣腰很容易受傷 腹部要緊縮 對 腹部緊縮 然後我們可以試著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膝蓋抬起 腹部緊縮 縮不起來耶 真是太為難題了 好 來 換邊 我們抬十次喔 左右交換 可是我們抬腳的時候 身體會這樣往後沒關係嗎 但是不要太多 1N下 N2N下 要保持肚子縮緊喔 3N下 4N下 對 5N下 是不是就這樣就好了 很簡單 然後做完以後 如果你覺得肚子緊緊的 可以記得這樣伸展一下 你的腹直肌的部分 所以這個目前都還OK嗎 OK 所以讓我們進階一點點喔 好 來 進階的來 進階一點點 一樣坐在前面三分之一 然後我們把身體微微往後倒 一樣肚子要緊縮喔 好 然後這一次雙手 來放在你的胸前 然後你的膝蓋抬起來 可不可以跟你的胸口一樣高 好 我要V字型要開關喔 也要吐氣 走 1 2 1 小哈哥還好嗎 他看起來很不好喔 玉琳哥再問啦 玉琳哥再問 你是不是被抬起來 有啦 我一定的啦 這個就是進階版的 所以你們會覺得肚子緊緊的大腿 也有燃燒的感覺 對 其實只要在一張椅子上 就可以簡單的運動 剛剛我們這樣全場坐下來 我最吃驚的是真莉 你一把年紀了 還跟年輕人一樣 他有在喝這個啊 對 我有在保養 保養就很重要 剛剛講說這個蛋白質啊 它除了可以幫助你有激力之外 因為最重要 它裡面 你知道嗎 你知道它那紅棗蓋 你猜猜看它是幾杯牛奶 能幾杯 一兩杯就了不起了吧 我錯喔 它等於有三杯 因為它裡面就是 有那個好吸收的紅棗蓋 我的有腎結石 我不能喝碳酸蓋的東西 對 對 像我們這年齡越大 流失 肌力的那個流失啊 也真的是真的比較快 所以讓身體好 最重要就剛才 玉琳姐有講 它裡面就是因為 有乳鐵蛋白 跟免疫球蛋白 所以就是這兩個 然後它是從乳清裡面 這樣萃取出來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蛋白質 可以調節保護 有益提醒你的 增強你的劑 其實像這個白金蛋白 它現在很貼心 這個金色的 它是因為有 添加那個軟骨素 所以昏食者是可以食用的 然後另外像這個 粉紅色的 它是因為添加大豆液黃銅 所以奶素者是可以食用 所以不管哪一個年齡層 40歲以後 我覺得大家都要 好好的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所以用這個白金蛋白 好好的照顧自己 白金蛋白 謝謝甄莉給我們推薦 這麼好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選A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夜路走太多 容易發生什麼後遺症 A 圓不完的謊 B 忘記幹過的壞事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我選的是B忘記幹過的壞事 因為之前就排練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常常就是 因為要表演排練 她常常就是會用說什麼 她朋友之前就是確診 但有跟她接觸 所以她要待在家裡休息 或是隔離 或是她真的確診了怎麼樣的 然後她就常常有請假 但就有一次我們是真的 我們真的就是 臨時大家有事 然後就那一天取消排練 結果當天晚上 她就發現是動態在 就是她去KTV唱歌 然後我就想說 妳是讓自己不舒服 第一單我選的是B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朋友 之前的前任男朋友 就是這個狀況 那時候他們在一起 沒有公開 所以男生其實在外面都會宣傳說 喔 他自己是單身 然後就是要認識別的女生 或者是約別的女生出門吃飯 但是他就是很誇張 都可以忘記自己有約過誰 有密過哪些女生 這樣 然後有一次就是 有別的女生收到訊息 就是有私訊我朋友說 欸 你男朋友怎麼會密我 你們有怎麼了嗎 之類的 然後女生就很生氣 然後他們就後面有攤牌 結果男生一開始是否認 後面他就是承認 然後他就說 但是他真的忘記自己 曾經有約過誰出門 有密過哪些女生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投票給了A 圓不完的謊 而有66%的KOL投票給了B 忘記幹過的壞事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部分選擇忘記幹過的壞事 所以選A不正常 請噴 現在圓晃已經對他們來講 叫基本動作 圓晃是本能 尤其你現在又要喝這個了 真的 真的 這樣的題目 我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可以講什麼嗎 後來發現其實我們生活裡面 真的還滿多的 對 其實也一直都在 善與惡的交織對不對 選舉快到了 那狗仔一直在追那個 正式人物 交通違規 說真的人一天當中 你總會有個幾次會停紅線 真的 誰沒停過紅線 對啊 太方便定都會 還有那個停紅跟那個線 我每次都覺得說 我要停在第一個 一遍那我就要過去 然後我就想說 超過一點點也還好吧 現在很厲害 就一點點就寄罰單給你 對 真的 就這麼一點點 壓線也是啊 但我們宇宙的距離其實滿近的 對 真的 真的 好 謝謝大家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脫框就站在這裡 你護溝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你還會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熱映中 搜尋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不然 再說說 如果大家開始詳衡,請按下小鈴鐺 我們拍一些電視ón 請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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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小鈴鐺